MK-19是一款由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研制 通用动力以及萨克防务生产的40毫米口径 弹链共弹全自动榴弹发射器 从1968年列庄一直服役至今 它最初是越南战争中 美国海军安装在巡逻艇上的主要武器之一 借由它压倒性的火力来牵制敌人的行动 随后经过改良被销往世界各国 包括以色列国防军、瑞典、澳大利亚以及波兰军队等 MK-19榴弹发射器总重62.43千克 全长1094.7毫米 枪口出速240.69米每秒 它的理论射速高达每分钟325至375发 实际情况下 持续射击射速约每分钟40发 短时间连射射速每分钟60发 可以有两人以上的步兵单位携带 也可以安装在各种载具上 如汉码、两栖突击载具 史崔克装甲车、军用吉普车、全地形车辆、突击快顶、巡逻艇、直升机以及大型舰船上 MK-19具有极高的可靠性 火力的持续性比起转轮榴弹发射器高很多 对软性目标也有极强的压制力 是美国装甲部队进攻和防御作战中的主要武器 可以发射包括M383、M384、M385以及M430在内的近10种弹药 并且故障率低至万分之一 最常用弹药是具备高爆和穿甲双用途的M430高爆弹 采用32发装或48发装弹链供弹 具备5米至此范围以及15米的伤害范围 对步兵极其有效 同时也可以在平射时击穿较薄的炸亚军制装甲 因此MK-19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对抗装甲运兵车甚至是步兵坦克 MK-19的外形与结构和重机枪类似 所以也被称为榴弹机枪 发射器由机架组件装有尾板的机枪、激发机构、机架盖及控弹槽和推弹板五大部件组成 它拥有两套发射机构、电磁激发装置安装在机架下方 用于机载遥控发射 手动板机则是安装在机架尾部 板机和握把与M2机枪类似 在扣动板机后 榴弹会被送上枪管后端的堂室 枪机也随之前进 但在枪机完全前进到固定位置前便会激发 而榴弹发射后的反冲力量 有一部分会被枪机前进的力量抵消 消炎器可以有效散去发射时喷出的烟雾 以避免被敌人发现 MK19的机械瞄准标尺 点目标瞄准上限1500米 最大射程2212米 但要最小引爆距离75米 夜间作战时 机架顶部还可以通过皮卡丁尼导轨 安装夜视仪或热成像仪等夜视机材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! 谢谢观看